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於香港民敦道的尖沙咀分區警署 在修理風波中 屢次受到激進示威者的衝擊 記者日前走進警署 與戰鬥在一線的警員對談 過去數月間 為了守護香港 他們犧牲了許多個假期 有時甚至會連續30多個小時戰鬥在最前線 面對危險不曾退縮 年輕的警員Jason隸屬於尖沙咀分區特選小隊 自2019年6月以來 他一直負責警署的防衛以及巡邏工作 在去年10月的一天 Jason手握雷鳴燈長槍 在警署的正門進行防衛 卻受到了來自示威者的汽油彈襲擊 當時我握一場槍 我和另外兩名負責持盾的同事 站在最前 有一輪示威者扔汽油彈過來的時候 汽油彈命中我們正門鐵閘的一隻長盾 汽油彈經過在長盾和鐵閘之間的縫就淺了過來 我當時整隻左臂都穿著火 穿著火 我當時穿著綠色的保護衣襪和戴著手套 戴著手套和保護衣襪之間都有一些空隙 那個位置就燒傷了 雖然承受著疼痛 但詹森堅持完成當時的任務後 才前往醫院爆炸 只休息了三天 他就回到了岗位 家人和朋友無條件的支持 給予了他不畏危險的勇氣 詹森說如果事態平息 自己有一個小小的願望 工作的時間都是在 主要是周末 很少陪伴家人 我希望可以有長時間的時間陪伴我家人和我另一半 在劍沙最分區警署 許多警察和Jason一樣 為了工作無暇陪伴家人 甚至安心睡一覺 吃一餐飯都成為奢望 劍沙最分區特選小隊成都查說 示威活動經常進行至凌晨 這段時間他基本上每天工作超過15個小時 經常回家睡一覺就又開始投入工作 香港理工大學被示威者佔去期間 他曾連續加班36個小時 有時情況緊急 不能離開崗位 吃飯都成為問題 行動永遠是行第一的 吃飯可以很隨便 例如說我們有一些能量盤 乾糧 可能是一些杯麵等等 去解決可能短暫一兩餐的問題 但是在整個行動來說 36個小時對於警務人來說 其實雖然是很辛苦 但是也都是一個叫做有得著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緊守自己的光位 陳督察說 這半年多以來 警察承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巨大壓力 但他已深知 守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是自己的使命 陳督察希望違法亂記的行為 可以受到法律的懲處 社會早日恢復和協於安寧 警察的堅忍付出 也得到了社會上許多人的支持 金沙嘴分區警署的橱窗裡 張貼著五顏六色的字條和明信片 不僅來自香港市民 還有很多來自內地和海外 溫暖的字句 寄託著大家對香港警察的崇高敬意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金沙嘴尿